大家好,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h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11月1号,周二晚上的7点35分 今天的市场是高开低走 特别是亚马逊和谷歌这边也是高开低走 收盘重挫,杂盘指数 谷歌下跌4.39% 亚马逊更过分,下跌了5.5% 最终收盘市值是9870亿美金 这个是自2020年4月6号以来 亚马逊首次跌破1万亿美金的市值 其实我们看整个市场 这个市场的个股其实还是在走风化 今天标普里边有280只个股上行 下跌的219只 权重股的下跌并没有带动整体市场的下挫 整体市场仍旧是纳指最弱 道指和罗素最强 然后标普四只 咱们来看两个经济数据 这两个经济数据今天也是互相拉扯 把市场搞的还是比较的混乱的 第一个就是10月的ISM的制造业PMI 是50.2 低于前值的50.9 但是超出预期的50 那么在支付价格指数这边 就比较的拉跨了 来到了46.6 降到了两年多以来的低点 这份报告证明了一点 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放缓 经济正在减速 所以在数据出来之后 咱们看到GDP Now的模型里边 也是对四季度的GDP增长 进行了下调 从3.1下调到2.6% 那么模型显示 美国的9月银件支出 还有10月的PMI数据出炉之后 进行了微调 这里边四季度的实际 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 从预期的3.7% 降到了2.9% 那么四季度的实际 私人国内投资总额的增长 是从-1.6% 上升到了-1.3% 所以也是有好有坏 但是总体的GDP 目前四季度预期 仍旧是一个高位 不过我们要是看 另外一个数据 就讲述的是 另外一个经济 依旧健康的故事了 就是来自于职位空缺 在职位空缺上 咱们看到 9月的职位空缺数 预期是下降到1000万 但实际披露的数字 是1071.7万人 整个9月的职位空缺数 意外的增加 这个暗示了一点 就是尽管美联储 在大幅加息 但是劳动力市场 依旧非常的强劲 似乎经济好像 在某些行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招聘的人数是低于预期的 是610万 离职的人数稳定在了410万 环比增长2.7% 整个就业增长职位空缺这边 需求最大的是两个行业 一个是建筑业 一个是医疗保健行业 还是有很大的职位空缺的 那么在今天的职位空缺数据意外的 超出预期之后 咱们看到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12月份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11月咱们就不探讨了 因为明天11月的加息 大概是75个基点 这个应该是跑不掉的 12月的预期 是加息75个基点 少幅的上升到了49.2%的一个概率 比昨天上升了那么两三个百分点 好 这个就是经济数据这边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混乱呢 所以现在你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 特别是你的中长线配置上 到底应该怎么去思考 稍后我会和大家来讲一讲 就是你的交易预期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交易什么样的预期 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是多还是空 只要你符合这个预期就行 好 一会儿我会把这个预期的逻辑 和大家讲清楚 为什么我会选择去低多下跌去做多 并不看升跌 把这个逻辑再讲一遍 好 在这个之前 咱们好人看一下 关于一支个股的财报 相信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就是来自于MD MD的情况你看还不错 财报之后是上涨了4.2% 估计很多朋友持有MD的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是渡过了这个鬼门关 其实在整体上看 我把他的数据先讲讲 讲完之后再讲讲 对他的一个看法 整个的他的三季度的 每股收益是67美分 低于预期的69美分 其实这个差的不多 收入是56亿 那么与市场预期的56.5亿 相差也不是特别大 可以说基本上是符合了一个市场的预期 由于我们说在10月份 当时咱们其实讲过 MD在10月份的时候下调了前瞻预期 而且当时也给了一些数据 所以今天的财报 其实是符合下调后的预期的 他给的这个数值 尽管比市场预期的可能少了一点点 但他没有比他们之前给的更加的糟糕 今年其实市场对于整体PC的需求 是一直在减弱的 IDC报告的9月季度的全球个人电脑 是出货量同比下降了15%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这一块上 大家并没有报太大的说 他能够反转的希望 无非就是说 看他的高性能计算这一边 这一块还能不能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 那么在电话会议上 管理层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的 认为在高性能计算市场的 长期机会仍旧存在 而且明年AMD预计其数据中心的芯片业务 不会受到任何供应的限制 就这一块他没有再去往下调 但是个人电脑PC业务 还是很有可能会在2023年下滑大约10% 这个仍旧和全球的PC下滑的大背景是相符的 由于我们说10月份之后下调了预期 当时AMD其实已经是跌过一次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盘后财报还涨了一点 因为你没有更坏的消息 它不就是好消息了吗 对不对 它没有比预期更差 那就可以了 那么AMD是盘后上涨了4% 好AMD现在的情况 我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整和数据的更新 现在的增速从上市的30%下调到了28% 然后2023年的增速是6% 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个位数的增长 那么现在没有去按照高位的PE波动 去给大家做了一个估值的前瞻 那么按照正常 现在我们说合理的一个水平 不算特别高 不能特别低 行业大概就这样 我们给一个二三十倍 不算高 对吧 也不算特别低 那么大概的波动范围 就是现在写到的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情况 来去规划自己的一个长线的安排 那么对于技术面 上次其实也给过了 你看51到60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强支撑 下方还有43.3 45.3到50.1 都是不错的 低于估值的强支撑的位置 所以看好它的韧性的 能够忍受暂时的周期性的弱势的 那么大家还是应该抓好你的筹码 抓好你的筹码 好 这是对于MD的一个大致的看法 今天主要是和大家想说的一个话题 是想谈一谈关于逻辑 大家知道我的这个持仓 包括前一段时间 一直跟大家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想选择低多 包括在前一段时间 一两个月之前 包括那时候一直在下跌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在谈这个观点 就是我会选择去低多 就是股票跌的不错了 然后只要的前瞻是增长型的 那么我都会考虑还是去积极的配置仓位 增加正股做多的长线的仓位 这是一个大的思路 但是我看到 其实最近大家渐渐的就变得对于市场越来越困惑了 困惑在哪呢 其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 大家都说市场要衰退 就经济要衰退 我们这一次说清楚 是经济要衰退 GDP可能要衰退 那比如说债券市场 是不是在压住这个呢 很显然债券市场 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倒挂的 对不对 还有五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倒挂的 这两条曲线 无论你拿哪条出来说 都是一个压住经济会出现 GDP会出现衰退的表现 这是资金 就是这么压的 这个没有任何去讨论的空间 好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呢 大家疑惑的是 GDP衰退 那么标普的企业EPS 明年会增长吗 为什么GDP衰退 它还会增长 这很明显不符合你的第一个直觉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这里就要来谈一谈 股票主要靠什么来推动增长 以及这里边的一大串的逻辑 首先我们说 股票要增长 股价能涨 标普能涨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三个东西 归根到底 取决于三个东西 利率 企业的盈利能力 以及情绪 当然在这三个里边 最不会导致长期变化的 就是情绪 情绪经常会导致短期的 多空 对吧 涨跌 超过估值 低于估值 对吧 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 情绪很少的一方面 那咱们就不探讨情绪 因为情绪可变 好 那么利率和企业的盈利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追踪 能够了解它和股价 关系的一个指标 那么利率 怎么去理解呢 利率 首先我们知道 今年市场大幅的回调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 是因为高通胀 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 然后就不断的加息加息加息 导致现在的利率水平非常的高 而利率水平呢 它又会影响几件事情 第一个会影响到估值 就是最基本的账面的计算 就是在DCF模型 未来的远期的现金折算到现在 它会变得更少 越来越不值钱 所以它的估值会变低 这是第一个 从基本面上 那么第二个 利率的上行 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债务成本 包括它未来的融资成本 减少它的利润 同时利率上行 也会降低企业的投资的积极性 资本支出的积极性 什么投资啊 扩产啊 加产能啊 对吧 你可能需要一些现金的这个借贷 结果你发现融资水平 融资利率太高了 对吧 所以它会抑制 我们说经济的增长 同时在消费端 利率一上升 你可能本身有房贷啊 车贷啊 其他的贷啊 你这个利率上升了以后 还的利息更高了 你的支出 如果收入没有增长过快的情况下 明显你会收起一下口袋 所以利率 它呢 会影响 我们说市场 那么今年市场回调 高通涨 那么不断的加息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不确定美联储在通胀斗争中 还需要加多少 以及这种异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对于整个的经济的健康需求度 也是刚才谈到的消费和需求 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而导致企业的盈利会下降多少 这是我们说 现在市场不清楚的 好 那我们说控通胀 现在主要来自于哪里 通胀呢 两个方面吧 一个是供应链带来的通胀 对吧 另一个呢 是大流行后需求突然大增 对吧 这个东西要的人太多了 然后呢 通胀一下就被堆上去了 这是两件事 所以控通胀主要是控这两个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如果是供应链 那么通胀这一方面 控不控得住呢 首先供应链呢 我们说美联储是管不着的 对不对 因为加不加息啊 这个美联储都是 这个通胀都是自己 它会自动运行的 那么现在的通胀 到底缓没有缓解啊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如果打开2020年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通胀的指数是多少 2020年2月 通胀的指数是这个供应链的 供应链的指数 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指数 压力指数是1.1% 是1.1 但是我们说截止到9月份 最新的数据是多少 是1.05 已经从峰值的4.3 下降到了9月份的1.05 已经基本上 就是说供应链的压力 已经几乎是回到了 疫情前的水平 尽管它不是一个历史上相对较低的水平 因为历史上还有更低的水平 我们看到正常的话 它可以在0.03 0.02 0.01 就在0附近 甚至0以下 就是供应链的压力的指数 那么现在回到了2020年2月份的水平 那你说它的供应链现在还是问题吗 还算高吗 我认为供应链目前对于通胀造成的上行压力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供应链在持续的走低 供应链的这个指数 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压力指数一直在走低 这是我们说数据上能够看得很清楚的 好 所以我们说通胀来自于哪里的第一个供应链 不用去考虑了吧 美联储反正也管不着 对吧 现在自行在下降 另一个就是大流行之后的需求的大增 需求大增 这就是美联储能控制的部分了 通过加息 抑制需求 而抑制需求呢 它是一个技术活 抑制的少了 加息少了 那么通胀的关态板压不住 那么抑制的正好 加息节奏非常的合适 经济适当的减速 同时经济还能够保持温和的增长 通胀也在下降 这个就叫做软着陆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 抑制过头了 对于经济造成了持续长时间的破坏 这个就叫做硬着陆 那我们说股市怕什么呀 其实股市就是怕硬着陆 GDP持续衰退的时间太长了 那么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 这个才能给股市带来持续的下跌 现在市场争论的焦点 无非就是美联储能不能控制好这个度的问题 就是衰退时间的长短问题 比如在今年的一二季度 GDP大家看到是衰退的 对不对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情况 一二季度是衰退的 三季度是增长的 但是一二季度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 标普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 有没有衰退呢 没有 有没有转成负值 没有只是增速放缓了 所以GDP的衰退不一定马上带来企业盈利的衰退 这里有一个传导的时间 只有GDP持续衰退了 硬着陆了才会带来企业盈利的倒退 股市也就失去了能够去上行的最根本的动能 所以我们说市场为什么会去加息 就是担心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因为现在的经济放缓它是事实 放缓到持续衰退会不会发生具体发生的时间点 其实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准确判断 他必须要跟踪经济数据 但是经济数据是个不可控的变量 但另一方面 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是美联储人为能决定的 这是一个可控的参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说大家对于明年市场预期标普的EPS增长 感觉很怪 对吧 市场明年经济感觉不是很好了 然后感觉这个EPS怎么还会涨 市场预期还会涨 为什么在国内市场 大家都在压住衰退 结果EPS的预期还是增长 其实原因就在这里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市场暂时压住的是短暂的GDP的衰退 并不足以带来企业EPS的持续衰退 而现在一旦美联储这一个可控的参数 态度稍微的转向 就会坐实市场的这个预期 那么标普就可以按照合理的增长去计价 反之 如果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超出了市场的承受力 大家认为一定会带来长时间的衰退 它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么咱们一定会看到标普EPS的衰退预期的出现 那就不是现在大家预计的 什么2023年6%左右的标普的EPS增长了 那一定就会变成一个负数了 所以这里总结出来就是 无论你是看多也好 看空也好 你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相通的 无非就是方向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美联储加息会导致长期衰退 最终导致标普EPS的衰退 那你一定是持续看跌 你根本就没有看涨的理由 反弹你就是空 你加码就要空 一直要空到它衰退的预期结束为止 而且点位是没有下限的 如果它的衰退预期一直不结束 它可以一直空 如果第二种是 你看的是温和衰退和短衰退 那么市场当然跌幅是有限的 下跌当然是你长线做多的机会 第三种 如果你看美联储百分之百一定能实现软着陆 那你什么都不用的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做多 现在你就可以加仓 你根本就不需要等待 明年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预期是对的 你回头看 你就是挣钱的 所以呢 我个人是哪一个 我是中间那个 我看温和短期的衰退 我现在并不看有持续衰退的可能性 从现在的各种经济数据上 我并不认为会有一个持续的衰退 能够导致标普EPS也进入一个持续的衰退 或许会有短期 一两个季度 会有大家预期下调 变成EPS也衰退的情况 但是会很短暂 这个短暂可能是一两个季度 长的不会超过一年 大概这是我对于市场的一个认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合理的下跌 我要去做多的一个理由 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你的预期 你认为市场应该怎么样去看待经济 或者你认为市场 美国的经济现在如何 那么你就按照预期去压就行了 因为你债券市场 大家都能看得见的 那就是一个衰退预期的压注 这个没有任何的 我们说可以去说 没有衰退 没有怎么样 没有市场就在压注衰退 完完全全是压注衰退 无非就是衰退的时间点 和衰退的周期时长 是不是可控的问题 好吧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可控的 因为我预计通胀会 后面会持续下降 可能下降的速度 没有美联储想象的那么快 但是也不足以在导致美联储在后面疯狂的加息 比方说的朋友会说到要加到多少呢 加到什么6 对吧 加到7 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的低的 只有一种可能性 全球爆发爆发一个大规模的战争 非常大规模的 不是一个区域型的大规模的战争会有可能 因为它会导致供应链再次的完全完蛋 那个时候 刚才我们说的供应链现在下降的这一头 这个道理 这个原因就不存在了 好 这个就是我对于市场 目前整体上 明天拥有要出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还有特别是要关注2点半的爆表的讲话 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今天市场是非常清淡的算是 所以在利用这个时间 和大家讲一讲 对于未来中长线的看法的一个逻辑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对未来的经济 长短中期或者是不衰退的一些看法 特别是一定要给出你的分析和理由 好 这个就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